这样的废弃物堆在走道两侧 空气中弥漫刺鼻的味道 白色的烟雾不断飘出 工厂深夜忙着作业 但夜间持续排放废弃 居民忍无可忍 里长出面向厂商喊话 这里是台中大理区一家再生能源工厂 厂区外的堆滞厂 满地都是各种废料 有医疗废弃物 塑胶制品 化学泡棉等等 污染空气与水资源 当地民众认为业者要赚钱 也应该做好防护的设备 但工厂人员出面强调 所有的运作都是依法依规办理 我们在合法的工业区 这里是工业区 不是住宅区 非常简单 市府表示只要有违规 绝对会进行查处 在输松 大概还有照例机 还有破坏机的部分 它的气罩是不是有明显不足的部分 那我们也会跟我们的机查 大多个空照科这边 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联合机查 如果确实是有 保管规定 当然一规定就来做一个 该开法就开法 时代力量力委呈佳华 要求工厂立即停工 也要求环境部将制造厂房 纳入环平的范畴 还要制定相关法规 加以管理 还给民众合理的生活空间 华视新闻林建峰赵英光 台中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